郭文貴議員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孟子有一句話 叫以其好便宅 餘不得已 我今天不是要跟黃河東對幹 真理永遠是真理 要把它講清楚 所以我剛才會用比較嚴苛的話 來對黃河東委員評判 請你盡量 但是假如對了 我絕對不會吝嗇給黃河東掌聲鼓勵 你支持 為什麼呢 是三條之五最後一項 貪污法官判刑簽訂以後 或是職務法官判刑簽訂以後 要把他本貿二恩之一 薪水二恩之一給他繳回 這當初他在曹委員提出來的時候 我們馬上贊成 這個是對的 但是不對還是不對啊 你不要混淆是金 尤其剛才講到臨險委員會 那最高法院的院長 乃至於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法院的法官 全部有臨險委員會 那個是不一樣的樣態 在蘇法國際之外講的 這個臨險委員會 不是現在我們這個臨險委員會 他是要認設一個 比較專業的臨險委員會 所以不要混淆是金 那在這一條上面 差一點在什麼地方 市長公司委員就是講說 外負委員要增加 反正3134改為3136 也就是說 邪者社會公司改為 都增加兩個 當然是黃國際之外 在這個地方 把那個 把那個 六個部分 改為全部是臨險委員會 這另外全部是外負委員 以事務之外已經院長 完全沒有能力 完全沒有責任 現在司法院院長這個 六個社會公司 是怎麼產生 剛才周春明委員 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司法院院長 衝動其量只是 已經非常意志 牽涉他的權力了 他只能就 十二個裡面 兩倍人選裡面 已經勾六個而已 他現在只有 只是 人家送過來的部分 一倍的人選 才會過六個 他只能夠做到這樣 但是 連他過六個 兩倍的人選 過一半的人選的時候 這權力給他剝奪 完全給外面提前委員會 那些外面提前委員會 和前面講的完全重複 這裡面全部是外負留在空置 裡面也有律師團體 這會造成很大的道德風險 而且完全崩潰 所以我要講清楚 在這個地方 請黃光山委員 你聽清楚